诶 这话切大了 意思是它是出来卖的 王八就是乌龟 但大多数有扁低的意思 乌龟的动作迟缓 加上但对于父母的扁低的意思 就产生了这个最普遍的骂人词语了 第一个就是 二百五 这个词呢 通常是拿来形容一个人 处事随便 办事不牢靠的意思 首先呢 这个找到的典故可多了 从最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 到近代的歌手五百 资料呢可以说是说得头头是道 不知不过呢 这么庶民的用语 怎么能够上得了殿堂呢 自然在明清以前呢 是不会在典籍上面记录的 所以呢 其中可信的缘由呢 当然是根据我们 深斗小民每天摸的 孔方兄 就是铜钱 所演化出来的词语 要知道 古代呢可没有Google Pay啊 或是Apple Pay这些东西 出门呢 也不是总能银票来银票去的 最常用的呢 就是钱 单位呢 则是一文一文的 也就是一文钱 一文钱来算的 钱当中的孔洞呢 就是可以让人方便串起来的 串起来一吊钱呢 是一千文 而半吊子呢 就是五百文 比半吊子更不着吊的 就是二百五了 不过呢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在古时候呢 会将银两五百两 作为一个整数 称作为一封银两 而二百五呢 就是半封 它的谐音呢 就是一半发疯的半封 也就是封封颠颠的样子 听着呢 还蛮像回事的 说到了这个白花花的银子 我们来讲个题外话 想必各位看官都看过电视剧 皇帝一时龙心大悦赏赐万两白银 城下就跪下 准备接受赏赐啊 说起呢 这个银子可是真的不轻 一两呢 大概是37.5克 万两白银呢 大概有375公斤哦 准备一台牛车来拉 可能会比较实际 根据2020年12月的白银价格来看 每公斤白银呢 830美元 换算下来呢 830乘以375 再乘以28的汇率 哇塞 8715000元新台币 是蛮多的 但是还是买不起台北市的新城乌啊 只能够说洛阳纸贵 台湾房贵呢 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一位这个中药药材的名称 跟我们呢 接下来要说的几个词语 都有不少的关联 不知道各位呢 有没有听过巴钉 巴针呢 原来巴针呢 是一种中药方济的名称 也被人家用来炖药膳 用来补身子 这个巴针的巴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十全大补 减掉了两位 而成为了巴针 但是由于十全大补的材料众多 由谷至今延续下来 增减了不少种 就不在我们现在的讨论范围之内 我们要说的呢 就是十全大补里面呢 减去两位药材 变成了十全减两位的巴钉 所以呢 在台语里面呢 就把巴钉解释成少跟金的样子 有点傻里傻气 不正经的意思 特别是用来形容女人的 当然了 现在是性别平权的时代 这种用法呢 正在急速的减少之中 本频道呢 基于趣味性呢 还是要把它们给列举出来 我可不是提倡大家 用这些词语来互相攻击哦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讲到一些 含有巴这个字的词语 三巴 三巴这个词呢 国台语都通用 阿里三巴啦 三巴啦 这个词呢 是用来说 不正经 行为举止 不符合规范的意思 关于三巴这个词的由来呢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在19世纪初 清朝刚开始与西方国家通商的时候 当时呢 开放洋人于每个月的8号 18号 28号 入城进行交易 因此呢 很少见到洋人的清朝人 就会在那个时候 称洋人进城的时候 他们去看三巴 而洋人的行为举止 怎么可能会合乎清朝人的行为规范呢 就引申出来了 三巴就是不正经的这个用法 那至于三巴又是怎么样跟女人扯上关系呢 那就是每年3月8号的妇女节 我必须老实讲 三巴妇女节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三巴的骂人用法 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八竿子没有关系 国际间的三巴妇女节呢 是在1857年的3月8日 由纽约的纺织厂女工走上街头 抗疫低薪劳动 才促成了1975年 联合国在每年的3月8号 透过举办活动来庆祝国际妇女节 所以呢 三巴这个词 男女可用 不能单指女性咯 在用的时候 你要小心啦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来个 带有三字的台语骂人话 三七大 三七仔 三七大 三七大是什么意思 就是皮条克的意思 也就是仲介色情的人 这种人呢 多半不是什么上流人士 所以呢 也就引申出来 用三七大来形容这个人不正经 不是什么好听的话 不过呢 大家要注意了 台语里面也有称自己的女朋友叫做七大的讲法 诶 这我七大啦 这意思不是说你的朋友很辣的意思 而是对你的女朋友强烈的贬义 三七大里面的七大其实就是女人的意思 因为三七大是仲介色情的 提供色情服务的女人抽七成 仲介色情的男生抽三成 在这个状态之下 女人就简称为七大 你想想看 你把自己的女朋友叫做七大 意思是什么 她是出来卖的 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由于七大的原始语义 对女性有很强烈的贬义 所以我郑重的希望大家 不要叫自己的女人七大 拜托大家了 接着呢 我们要来到今天的重头戏 在中文里面 使用率第一名的骂人话 在台湾法院公正骂人赔款金额里面 有着不高不低 一万元身价的普遍级骂人话 那就是王八蛋 王八蛋这个词呢 可以说是今天所有词语里面 骂起来最爽快的 说到这个词语呢 有两个典故 都蛮有可信度的 我在这边呢 都给大家讲一讲 你们可以决定哪一个比较像真的 首先呢 就是王八跟蛋 分开来解释的这个版本 王八呢 是什么 王八就是乌龟 或者说是甲鱼的 它的别名 据说呢 这个甲鱼的底壳的底部啊 也就是它肚子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王 跟八 那个形状的花纹 这也就是乌龟得到了 王八这个别名的由来 那至于蛋里面 在中文里面呢 平常骂人的时候 蛋大多数有贬低的意思 比如说 蠢蛋啦 傻蛋啦 笨蛋啦 坏蛋啦 浑蛋啦 曾经有一次 我跟一个日本朋友聊天 我就教他一些中文的骂人 他听完以后竟然回我说 为什么中文跟蛋有仇 但是哪里惹到人了 我完全无法回答呢 是的 中文就是跟蛋有仇 什么东西套一个蛋 就是接近贬义的意思 我后来查了一下 后来骂人什么什么蛋的这件事情呢 原因是要顺便羞辱你的父母 例如说你是傻蛋 意思是说你父母都是傻的 生下你这个傻蛋 而坏蛋 混蛋 笨蛋等等诸如此类 也都是顺便羞辱对方父母的 毕竟笑涕野者 其为人之本鱼啊 中文强调笑道 当然在想骂人的时候 也要顺便羞辱对方的父母 这真是例外一致的行动 总之呢 作为一个骂人的词语组合 乌龟的动作迟缓 加上蛋对于父母的贬低的意思 就产生了这个最普遍的骂人词语了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啊 王八蛋还有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向 这个解释呢 其实就没有刚才那么简单暴力 它就比较文绳绳一点 简单的说呢 它是从望八端这三个字的谐音 所衍称出来的王八蛋 在古书里面呢 又提出来作为人应该要有八种好的品性 称为八德 八德呢 作为路名 作为地名都常常出现 对吧 所谓的八德呢 就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孝涕忠性礼义廉耻 这八种呢 就是中文世界里面认为一个正常人 所应该要有的样子 而望八是什么 你可以解释成 它忘记了所有的美德 八德都望光 所以它根本就是人间诗格 但是我更喜欢另外一种讲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对联呢 我来吟一下给大家听一下 1234567 忠孝仁爱礼义廉 意思是说八德里面只剩下七德 缺了一德 八德里面少了尺这个东西 意思是 这个人既缺德又无尺啊 看看古人骂人的方式 可是转了好几个弯 而且我保证 你绝对不会收到法院罚他一万块 真是骂人界的第一高手 恭喜恭喜啊 好的 我们今天讲完了一堆骂人话的由来 希望这支影片没有被黄标 探究这些词语的起源 了解语言的变化 这样使用起来也就比较得心应手 一针见血 骂人可以骂到痛快 最后我们为各位带来一张传说中的 台湾地方法院认证骂人价目表 如果你想骂人的时候 可得注意一点 最好能像刚才 写对联的古人学习一下 以免一不小心被人急上公堂 只能破财消灾了